毒贩低着头不发一语被带进保安队 这起毒品案件是发生在24号上午 原本接获通报前往台东市中心路三段处理车祸肇事逃逸的BMW黑色轿车时 当警车追到资本路才将肇事逃逸的BMW黑色轿车拦截到 上起的盘查时不料却在BMW轿车内意外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0.8公克 一级13包安非他命 就是我们在早上6点40分左右接获请募中心通报 就是说有一台黑色的BMW车号EH0525号 就是在中心路三段那边肇事逃逸 然后本队警网在海洞市资本路二段212号前 发现该车辆 然后我们实施蓝查 蓝查之后盘查驾驶人 发现车内有一级毒品海洛因 跟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然后我们就请求资源 然后把它带到我们队上侦办 而被逮捕的翁姓毒贩带回警局征讯时 家属也在门口干着急的等待 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车祸事件 现在证明翁姓嫌犯还要多背一条毒品罪了 东台新闻正会如张军廷台东时报导